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很多指标都是爆灯的 刚才你说的选择 也会看指数的call put 我记得好像上个月 标普500的期权 call option是创纪录新高 又是加益量 大家都是买爆一边 刚才我占了很大部分就是Tesla 但是马斯克就和人吵架 我估计多少我就估计 所以另外一个叫put call ratio 就是说看升和看跌的比例 put call 就是看跌 途中看到黄色的线 跌到1.55 就是说差不多 三份期权里面有两份以上是买升 不够一份是买跌 在历史角度来说 20年也好 30年40年也好 跌到0.5这里 是一个比较极端 就是说是警告的信号 就是说是警告来的 就是买call人实际太多了 哦 我看到有些大行 都开始判断那些client 比如我会看高盛 最近比较高调 就说现在买美股 好像2017-2018那些 不需要思考的勇章 他说勇章可能会继续出现的 但是相当要小心 就是明年年头 会不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断崖式下跌 就是因为他参考班公司都是 你打到来的时候 你没有得避 他就可能是一种跳崖式的浪 他是这样的warn 对 那高盛也算有些良心 算有良心 我想我看到他写我才看 因为去年2018年 各位都还记得 1月1月1月初就 爆了一声断崖式 两次都是这样跌下去 是的 印度神图阿南德又说 夏年第一季又出事了 是的 但是在我自己的指标 配合刚刚才说的 put call等等 贪婪恐惧指标 不知道能否捱到 一、二月那么久 你觉得应该要快点发生 我希望尽快发生 反而下年一、二月那波 反而没那么严重 现在你越拖拖拉拉 反而后遗症会更严重 我记得你之前教路 说年尾11、12月通常都是旺季 对于美股通常升的比较多 是的 全年最差的两个月 就是9月、10月 最好的两个月就是12月和1月 所以现在11月是第二个星期 第三个星期开始了 反传统 剩下一个星期都不跌 到12月 美国又过了感恩节 圣诞节又来 就算美国现在很多普罗百姓 其实我和你又多了一个朋友 在美国 那边的朋友最近都联络我 他说丁 最近通胀真的很厉害 是的 加州的汽油四个七个四个八个一加仑 没试过这么贵 是的 聖诞节又没有 火鸡又贵了三成 租租也很夸张 是的 升得很厉害 租也很夸张 我买的股票就不升 原来跟香港一样 你买的值就不升 哎呀 这样 在WhatsApp问我 晚上 有什么好买 那时候我们说 如果早点 待会我们会说 你买头这么大市值 最大的那些 其实已经赚了 不过现在不知道 是不是又是吹鸡要走